大家好 我是九指玩魔阿木維 這次要介紹的是 MEDICOS超像可動 北斗神拳 說說看我的名字 結姬 2022年第一篇就介紹這個不成才的3D 總感覺不是什麼好兆頭 超像可動 北斗神拳的第三隻 本來以為這系列會發展不錯的 但現在看起來人氣買氣都普普 廠商MEDICOS也把主力都放在了JoJo上 沒什麼再理這系列 所以現在看起來能把北斗神拳四兄弟出騎就算不錯了 南斗那邊可能偏隨緣 超像可動 北斗神拳 結姬內容物包含本體 頭雕比較複雜 分成兩顆戴頭盔的頭與兩頂頭盔 以及不戴頭盔的正常頭雕一顆 手型包含架式手 拉背新手各一對 手刀右手一個 散彈槍一把與握武器的右手一個 超像可動 制式支架一組 雖然是四兄弟裡長最醜 最不成才 最不能打 如同砲盒一般的三哥 但用現在的眼光來看 他可是一手把北斗四兄弟弄決裂的始作俑者 而且全四郎 尤莉雅以及西恩的恩怨情仇 也是他在背後塞龍的 手段可說是極為陰險酬禪 頗勇謀略 可惜身在用拳頭講話 揍不贏別人就是廢物的北斗世界觀禮 一身本式變成了劇情鋪墊 這支有幾個零件很像兼用全四郎 但其實都是全心魔 所以別看好像是湊術性質 實際上我猜測這支的零件說不定有機會反向兼用到 脫上衣版的全四郎身上 而且單就標誌性的胸口北斗七星來說 這支反而露得比全四郎還徹底 加上超像可動在角色體態與塗裝上的拿捏 分數意外的很高 這支的頭雕設計的很特殊 它是設計成兩種不同的表情臉 然後要自己穿戴上兩種不同造型的頭盔 然後因為這種臉它要穿頭盔 所以做得比較小一顆 所以它還給了一個正常比例的單獨擺設 不需要穿頭盔的頭雕 所以這支你在換頭的時候呢 是要自己穿上頭盔的 所以眼睛跟它頭盔間距之間的焦距 就是要自己去對它 而且因為這個頭盔它是一個軟塑膠的零件 所以裝起來比較鬆 所以它這個頭盔其實是蠻容易跑掉的 所以這一點會比較麻煩一點 然後兩種表情跟兩種頭盔之間 是可以隨意做替換的 當然這個完整頭盔 嘴巴張開的情況之下看的就不是很清楚 所以同樣戰損版的頭盔 也是兩個模式的臉都可以裝 尤其張嘴的這顆頭雕呢 就一定要裝這一個戰損版 整個面罩下半部已經壞掉的頭盔 才能夠體驗它嘴巴張開的一個姿態 這個戰損頭盔在安裝上有一個小細節要注意的點 就是它的這一個鼻子會跟它在裝進去的時候 頭盔的鼻子之間做一個互相摩擦 然後其實它也是靠這個鼻子來固定它這個頭盔 讓它不會亂跑 那要注意的點就是這顆頭盔雖然做軟直的沒有錯 但是在安裝的過程當中 畢竟鼻子會跟頭盔之間做摩擦 雖然在我把玩的過程當中 我感覺鼻子跟頭盔摩擦之後有可能損傷的機會不大 但是畢竟這是一個風險 所以在插拔這顆頭盔的時候 盡量動作要放輕要小心一點 我剛開箱時發現這隻頭盔是另外裝的設計 本來以為做砸了 結果實際把玩下來卻發覺效果意外的還不錯 當然頭盔會跑位導致必須隨時調整視線這點肯定是麻煩的 但脫頭盔後裡面還有細節的設計也增添了可玩點 加上這家伙是個毀容破相長很醜的角色 雖然視線對焦或頭盔有沒有帶正 面部塗裝是否完美等問題也變得不是那麼重要 而且本來情緒表現不夠的吼叫臉 在戴上頭盔之後有氣勢的加成 也算是個小加分 而真正脫頭盔的頭雕也看得出朝向在塗裝與細節上的優勢 不管是頭頂與鼻子上的鋼架 還是右半邊散亂的頭髮 眼神的銳利與臉上血痕髒物都有不錯的水準 所以在頭雕方面這隻是真的分數不低 肌肉線條、服裝皺褶的細節、雕刻與陰影塗裝 都展現了朝向可動該有的水準 雖然還是有衣服太新不夠髒的問題在 但起碼這隻黑衣黑褲的配色不會像拉歐那樣華麗到不合理 反而有種廢土上的土豪感 上一隻全四郎都沒有的完整北斗七星傷痕 反而在三哥身上被呈現 但跟全四郎一樣有傷口不夠寫實的問題在 感覺雕刻時能再挖深一點的 現在這樣看起來一摳就掉反而尷尬 另外這隻的骷髏頭皮帶雕刻超細這點很加分 金屬質感也有出來 而這隻的另一個加分點就是金色的塗裝質感很高 而且不是單純的金色是深淺顏色的陰影交疊 墨線的部分也起到了油脂堆積的仿真效果 所以不管是膚色的塗裝 服裝漸層、妝甲質感、小飾品的細節都面面俱到 這把槍的質感高得很讓人意外 握把與槍身上的木紋雖然是印刷的 但顏色仿真度很高乍看之下真的很木頭 槍身的金屬鐵灰色也同樣有仿真的效果 而且槍口有開動 除了沒法打開裝子彈外是個很優秀的配件 不過這隻不像全四郎有百列拳特效 或拉歐有一個拳擊特效 這隻的配件就只給了這把槍 所以其實是有一點縮水的 超像北斗三隻的比較 全四郎跟捷姬身高是做成一樣的規格 但整體表現不管是細節豐滿 顏色鮮豔 面向表現來說捷姬都比全四郎優異一點 而且捷姬完全裸露的上臂與胸腹等膚色零件 回頭兼用給拖上衣 全四郎的機會很高 算是很有心機的設計 接下來進入可動的介紹 那這一隻的可動性跟全四郎是差不多的設計 他的肩膀的這一個部分是一個類轉的關節 所以是可以上下左右跟斜的角度也調的出來 肩膀的部分就是一個球關連接身體 然後腋下的部分是一個單向的插銷 那他肩甲跟手臂歸位的時候 平常是不會露出縫隙的 那可動的時候他的肩甲也會跟著讓位 而且可動表現也不錯 往下看的時候倒也不會有很嚴重的破弓的問題 他的這個上衣是做成軟直的 所以手臂往前的時候他會有一個巨龍的效果 那往前的可動就是靠他的這一個球關在作動 所以整個往前雖然沒辦法做到雙手持劍 但是他大絕招的一些那種手臂的一個動作是都能夠擺出來的 那比較可惜的是他沒有做專屬的上臂平面迴旋的關節 所以上臂平面迴旋的他的上面這一塊其實已經被卡死了 所以必須要用的跟手肘關節是同一個插銷旋轉 但是這個旋轉關節其實還蠻緊的 你如果硬轉他是有可能把整個基座轉斷的 所以你必須先用吹風機吹熱了吧 他的整個關節都鬆脫之後再去轉他比較有效率 手肘是二重關節所以有差不多這樣子的可動 那上臂平面迴旋轉這一節呢可動到也沒有弱多少 手腕是類轉輪的可動 那這隻的脖子要顧慮到就是他的這個頭盔容易跑位的問題 所以我們先不管他 可動性的話就是連接身體的部分這個脖子是一個球關 再來連接頭的部分也有一個球關 所以往前往後轉頭扭頭整體的可動性是都有的 但是脖子在轉的時候他的這一個頭盔的下緣這個鉤子的部分 容易跟他的領子做護卡 但不會影響的太嚴重 就是在轉的時候可能會手感稍微卡而已 下盤就是姿勢的結構了 腹部二重關節前後轉腰扭腰 寬部是球關的前跟開 然後平面迴旋 在他的內褲是做活動性的 所以整個大腿上台是可以依靠內褲的一個往上移動來增加可動性 槍帶是做成軟直的 所以整個大腿外開上台都不會卡 所以他整個寬部有一個差不多90度平台的可動 那如果再加上腹部可動的話 他要做高T是沒有難度的 大腿外開跟接地 接地稍微差一點但基本堪用 高貴姿稍微有一點就是大小腿比例失衡的問題 但還算標準 結論可能賣不好的傢伙反而做得好算是小日本廠商的共同默契 但這傢伙畢竟只是個傑姬 人氣跟其他三兄弟天差地緣的傑姬 不是對北斗神拳很有愛或固定整套收的玩家九成會略過的傑姬 所以儘管這支傑姬有著預期以上的表現 觀望的玩家可以安心購入沒問題 但他就只是個傑姬注定Bi 二哥托騎士確定有白魔了 出事一定會出但就是看時間問題 沒意外要年底或明年了 以上就是本次超像可動北斗神拳傑姬的介紹 詳細的圖文說明請點擊下方的圖文網址 喜歡阿姆維燈章請記得訂閱阿姆維燈軍部 阿姆維燈軍部 我們下一篇文章再見 掰掰 阿姆綸 阿姆綾燈 ре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